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性的折服于 你说有一位你相信可以主宰 所有事情的神 然后你就开始出事了 对 因为下了飞机 把圣经密码看完 三天之后感谢主 我就信了主了 其实真的是被折服 但是接受主之后一周 那我太太就诊断癌症 还有后来的一些并发症 就让我们经历 蛮惊惊动魄的两三个月的时间 那神也很奇妙的使用 还没有经过FDA批准的药物呢 好像应运我不知道多少个晚上 夜深人静 跪在床旁边 让一个呼求 我真的说真的是感谢主 九天之后就脱离致命的危险 哇 真的这是一个有医学病例的一个神迹 但是也许在某些人的解读里面会觉得 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正好这个新药适用于它吗 是 我能够了解 你知道如果发生一次 可能有人会说巧合 但是再发生一次的时候 我想大家就会想一想 因为病毒在改变 所以药物也在改变 过了几年 有必须要换一个第三代的药物 又要再换一次药物 必须要再换一个 因为原来药没有用 那那个问题又回来了 这就很严重了 这样子 因为被蛇咬过 那结果这一次 我太太在祷告室那天 碰到另外一个姐妹 就很巧合 那个姐妹的先生 也是有类似的问题 很巧合 她也是看同样的医院 很巧合 她看同样的医生 很巧合 她已经吃了那个 我们在决定 也不要用了药 很巧合 她也都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对对对 所以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故事 我想这个不可能是巧合 这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神的恩典 我要告诉你 这张照片很特别 这张照片挂在我家墙壁上 是什么时候开始挂了 三十年前 相片是我自己选的 那有什么特别呢 像神的祝福 那个时候你并没有信仰 没有 所以回过头来看 才知道神真的 早就将福音的种子 放在我们里面 然后我们日进日出 这不知道放了大概至少十几年 然后有一天 圣灵突然间把电灯泡打开了 我想起来说 喂 我在看到 才看见这个神的恩典 所以原来真的是在 我们信主前的 至少六到八年 其实这个照片是一个 也是一个 一个图片的证明 就是神的慈爱 早就与我们同在 只是等我们什么时候认识 和回转 所以是主先来找你 是 那我相信你战斧照片 虽然在我家是挂在墙上 可能很多家庭都有 只是看不见 真真正正感谢神 让我安然自在 我不再需要证明 真的是在认识神以后 信主后的刘孝宏 全人倚靠上帝 不管大小事 必定与上帝开会 享受与神同行的美好 你在没有跟上帝开会之前 你也没有搞砸呀 有 当然有 当然有 哪有人 哪有人一帆风顺 其实很多人 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有过 低谷的经验 你知道我们98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和我太太 在医院里面祷告 因为很非常 desperate的求神赐下药物 可是同时还有另外一个 自己做过的事情 来回来找我 就是98年大家都记得 有亚洲金融风暴 所以我在那个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接到另外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我好多好多年之后 才告诉我太太 那个电话就是 我的banker打电话给我 中文俗称断头 就是我用这个上市公司换来的股票 去做了一大笔贷款 那当金融风暴来的时候 股票就大跌 但是你借的钱并没有缩水 所以就 我这边要求 要当场要做一些安排 才可以 才可以把这个钱还掉 那你想看在那个时候 我的心当然是在我的 过不去的太太生命的身上 但是这个事情也是必须要处理 所以当然 当然我就非常 没有办法的 做了一些很重大的决定 是非常重大的损失 然后才把那一关走过去 那虽然看起来 只是一个五分钟的电话 可是其实做了很重大的损失 我才可以回来 继续跟我太太一起 在祷告当中等待一生 所以那个的确也是 我很大的一个生命的功课 刘孝红的妻子戴华 目前癌症已痊愈 与丈夫与大学相识结婚 看到丈夫信主后 在困境中被淬炼 生命变得更加不同 那段时间他到底调整了什么 乃至于他后来会变成另外一种 又被神魔术过的性格 我想应该就是一个 会让他谦卑的 比较谦卑一点的时候吧 对 而且我想 我想他在那段时间 可能也是也学到了 看到了人的一些软弱了 我想他大概也给自己一些警醒吧 我觉得谦卑跟警醒 我想他应该在那段时间应该有学到一些 他其实就像对人都很忠厚 对 他看起来是一个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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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在外面好像想要闯很多 闯一片天地 其实他心里其实是很柔软的 我每天早上走下来 我就跪在神的敬拜的宝座面前 感谢主 然后求神食人带领 这个每天早上下来 先做这件事情的习惯 就是在那段时间养成的 所以极其宝贵的在山谷当中 神带领跟带走我们 那个跪下是要让自己谦卑下来吗 求神的怜悯 谦卑不足以形容 因为我们是被破碎的 对不对 这个多少的不完整 多少的亏缺 多少做不到的 都只能求神的恩典来遮干 所以早上起来 从这边先开始 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习惯 那我父亲在那个时间 这是也后来病重 他就是到我找到新的 就是现在这个平台之后 父亲就去了天家 那这一些这个过程 也在我先知的侍奉伙伴 都已经告诉我 所以真的就是 即使在山谷当中神 仍然恩典满满 你养父后来 在跟你住在一起 一想天年 是 我父亲很长寿 93岁的时候 我父亲接受了祖 然后受洗 那100岁我们为他 在教会过生日 那102岁他去天家 你后来成为别人的父亲 是 我想你一定很努力的 想要做一位好父亲 我的女儿小时候 我确实觉得很亏欠他们 当时领受没有这么深刻 等到知道要花更多心力 孩子已经不等你的继续再长大 那很感谢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在初中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们慢慢重新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 所以等到我其中大女儿有一次 在20多岁我们在我们家后院丢棒球 那天觉得非常的享受 然后她突然说 哇 她说 这好像是小时候我跟你没有的时光 但我现在享受到 那她讲这句话之后 我真的非常感动 那眼泪当时就流下来 就感觉起来好像因为神的一点 让我们有一个第二次的机会 可以跟我们的孩子成长当中 成为他们的鼓励 我想围绕在你人生当中的那一句话 就是 Come follow me 是 你放轻松了 可是 你的职位更多了 也是蛮夸张的 我其实我还是工作非常的努力 当然这是我们应该去的责任 那确实能够有福气 能够在这些不同的侍奉上参与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 可是心态上完全不一样 对吧 是 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能够对于有需要的人 能够支持他们 我觉得真是非常有福气的 我觉得现在的福分 确实是以前没有想过的 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幸福密码 也让我想到圣经正常这句话说 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也许这是幸福密码另外一个解释 我觉得天赋好周到 因为孝红她从小时候长大的背景 让她其实对于到底有没有一个全然的保护 这件事情是没有确据 所以她已经穷尽她的力量 我想她已经做到最好 让自己爬到最高 让自己跑得最快 让自己特别的坚强 但是即便到了长大 她已经是一个强者了 她还能够再承受一个重磅的灾难 去摧毁她的家庭 压垮她的人生吗 我觉得上帝好奇妙是透过 她是一个理性的人 一本书把它先带进了天赋的家门 好让她能够去面对无情的癌症 财务上的风暴 却可以立即的安然的接受一致与保护 今天遇见你 今天遇见刘孝红 我听到的是一个勇者遇见天赋的故事 《父亲不像父亲母亲不像母亲》 那这样好像是我的责任 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有得到忧郁症 因为我每天都想到要死 小学到中学那段时间 就在栏杆上面站着想 我不能跳下去会怎么样 还是我进到厕所的时候 我会打开那个窗户 想如果现在我在厕所跳下去 我会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上帝好像把我做成了一个中间人 一道的桥梁 使我能够帮别人化解